以後就不怕了 所以說從小孩子的教育很重要 這個法學專家就教育他的女兒 後來就成為中方員工的最高主管 所以教育小孩子 要培養他才德兼備的人才 能有才法 一定要有得氣 只有才法沒有得氣 這個人當大了以後當長官了 當幹部了 對公司是很危險的 說不定他帶了你的know how 帶了你裡面的know how 到後來帶了你的員工 投奔到你的對手那邊去 這個公司的損失率沒有比這個更大 沒有比這個更殘忍的 真的 最殘忍是說公司栽培你的之後 公司栽培你的之後 你就帶著你的know how 帶著那些基礎成就機密 還有你本身的員工部署 這樣帶走了 這樣對公司的聲疏很大 也算很殘忍 如果站在因果的立場 站在因果的立場 你就能到最後還是會受報應 不要立志當頭 迷失了人家公司 如何栽培我們的 所以說培養人才 一定要才得兼備 有才華還不重要 有才華還不重要 一定要有得氣 得氣就是為團體著想 守信用 你帶著人家的know how 離開 你是算不守 算不守信用 算不守信用 人家栽培你啊 所以說 7月7月的人才 更可以匯集廣 廣華的人情 是社會和諧 發展的中間分子 所以我們剛才談了三點 就是說 吃虧是虎 我們一般人就喜歡和 能吃虧忍在一起 既然你喜歡和吃虧忍在一起 你就是要 學習吃虧 為團體著想 一個為團體著想的人 我們公司來栽培他 我們團體來栽培他 這個是很好的 值得我們投資的 誠實無期 答應我們的事情 到最後他們不會隨隨便便 就將我們公司裡面的重要機密 把它帶到別人的公司去 對手的公司去 這樣是損失很大的 再來我們就來談 台灣的監察院院長 王健鮮先生 人家稱呼他 王勝的這種稱號 自從他上村以後 他就以校要來助理這個團隊 所以當監察院的所有員工的生日會 改為為母親洗腳會 你生日的那一天 你要帶母親來 來洗腳給大家看 展現你的笑心 他就從他的生日那天開始 先第一個實施 結果他生日的那一天 他就帶著他94歲的老母親 帶到監察院的辦公廳那邊去 慶祝生日 因為你要記得 你生日那一天 是母親的母難日 母親拼得他 最危險的生命 尤其是以前 你能生孩子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血崩 主公不能收縮 小孩子生出來之後 主公不能收縮會死掉的 有的人是小孩子生不出來 在早期生不出來 現在可以動刀 以前沒辦法硬拉 說不定小孩子死掉 說不定大人死掉 都有可能 所以當你生日的那一天 你在接受所有的同事 慶祝你生日快樂的時候 希望你內心一定要有感恩的心 感恩今天有你 當下你要真的 很謙卑的感恩有母親 拼得她的生命 來做造你這個小生命出來 所以這個王建仙先生 那一天就幫他媽媽 94歲 高齡的這個母親 幫他洗腳 他母親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她說她感覺很快樂 也很感動 你看 媽媽在你小時候幫你洗腳 不要說洗一次 最少也洗過三年以上 媽媽都沒有什麼感動 今天輪到你幫媽媽洗個腳而已 洗一次而已 媽媽就感覺很快樂 很感動 大家說 打了啦 打了 值得啦 值得啦 這樣 養你一輩子洗一次腳就要值得 我們基金會 在兒童 義樂營的時候 我們的課程裡面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要背了兩公斤的沙包 在肚子這邊 從早上起床去上廁所刷牙 整整一整天 然後問她說 有沒有辛苦 所有的小孩都說 很辛苦 很辛苦 當然呢 無編無故背了兩公斤的沙包 要蹲上廁所也不好蹲 你知道嗎 要摔牙呢 距離那個水盆也很長 摸不到水 坐著也難受 我們才告訴她 你才背了兩公斤 一天你就這麼辛苦 你知道媽媽 背你十個月 背你十個月 所以說你要知道 她當下大家都很感動就哭了 當父母進來接她的時候 還有最後的一個課程 一定要幫父母親洗腳 幾乎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父母親 都掉下眼淚 說足得啦 足得 然後我們今天又買一些乳液 當媽媽腳洗好了之後 還要幫她擦乳液 那個小小小女生的手 擦起媽媽的乳液起來 真的是看起來都很好看 也很感動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以後 我們所經營的公司也好 當你生日那一天 你應該回去跟媽媽磕頭 三課手 一課再一課三課手 那天是母親的母難日 好 我們繼續來談 經繁賢 璇宣 羲辰九川 談下 周公 陶厄 明歸 이번에 esten 德校 閣立aver了 严佑的臣王姬威处 周公担心天下会发生叛乱 尤其他那些很多的叔叔 还是有点野心 所以当他代替臣王旅行 亲子的责任的时候 他在扶走他的时候 他又派了他的儿子长族博琴 去到他封地辱国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博琴 他的儿子博琴如果没有去辱国 人家一定会怀疑 周公想要篡位的意思 所以说整个他的儿子也到辱国去了 他辱国去了 在这个过程中 周公就礼贤下宿 与众心肠地对博琴说 一幻三土补 一目三五法 他就怕输弃天下福岛的闲人 想要安定民心归顺于朝廷 所以他常常吃一顿饭 一顿饭 吃到一半 有人来找他 就赶快又吐出来 换在饭里面 这是接客人 接了之后 谭然又回来吃 吃了之后 听说又有人来了 以前没有大哥大 没办法一先先约好 都是当面就接了 吃了一顿饭 吐出来三次 洗出头发 洗到一半绑一绑 又有客人来了 这样三次很感动 因为他怕输弃了明人 辅导国家的闲人 所以安定民心 整个心都过于朝廷 所以在那个过程 今天我们能练到 练到的圣人 遥 顺 鱼 汤 文污 周公 孔子 为什么不练偶呢 为什么会